Hello 大家 我是Lexy 今天的视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近期的爱用品 我已经把它们都摆在这里了 那我们就快点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是一个比较大的东西 就是这样一瓶头发的香水 它的牌子是意大利的一个叫做Toka的一个牌子 它在斯福兰就有瘦 然后我的这个味道是Stella 我是想要推荐它这个味道的就是一个 它其实它的味道文采就像它的瓶子 颜色看起来那么的橘 对就是一个橘子掉的一个果香的味道 文采非常非常的清新 会让你就是心情特别好吧 头发的香水就是用来喷在发尾这一块 你走路的时候会有一些香味散发出来 然后它也说了里面会含有一些精油的成分 会让你的头发在阳光下会有一些光泽感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增加生活愉悦感的一个小物品吧 也不见得它有多么神奇的功效对于你的头发来说 但只是说会让你闻到这种味道 而不是自己头发油的味道会特别进行 会特别的好 然后它的瓶子也非常的貌美 就是这种很有复古感的一个做旧的感觉的瓶盖 就是它放在洗手台上就是颜值担当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试试看 下面一个产品是耳熟能香的品牌 Glam Blue他们家的面膜蓝罐 然后它的包装就是他们家一罐的这种经典包装 蓝罐就是一个补水的面膜 打开来就是一股非常浓郁的一个椰奶的香味 然后它的膏体是这种黄色的 非常非常的润 非常非常的温和 就是不像很多补水面膜涂在脸上之后 会有很强烈的刺痛感 它不会它就会微微的有一点点清凉刺刺的感觉 但是很快就会消失 我是最近每天或者是隔天都会使用它来 作为一个夜间护肤的流程 就是洗完澡之后涂在脸上 然后隔个十几分钟把它洗掉 然后再进行后续的保养 我觉得我最近用它一段时间 让我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就是喝饱了水的那种有光泽感 而且非常的稳定皮肤状态 面膜这种东西还是要经常去用 而且我个人是更喜欢这种涂抹式的面膜 多于那种片状的面膜 其实这种你平均下来每天算一下价格 其实这种应该是更加的精气实惠的 而且效果来说也比那种要好很多 它真的非常的温和 然后又是确实有效果在的 当然它的效果不是那种 你用一次就会非常惊艳的那种 但是你坚持使用真的会 让你皮肤的状态会比较好 下面一个产品是一个生活类的产品 就是一个cotton t-shirt 是我在亚马逊买的 它翻译过来应该就是绵柔筋 以前我用过全棉时代的那种绵柔筋 就是在国内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品牌 它的样子就是一个像抽纸巾的那种 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张 但这个呢是我后来在 就是我最近在亚马逊上买的 然后它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袋子 里面是卷状的那种 卷在一起的这种绵柔筋 然后这袋我已经快用光了嘛 所以比较扁 我抽一张给大家看一下 对它是这种抽出来 然后也真的很像我们厕纸的那种 然后大小也非常的合适用来擦脸 我用绵柔筋主要是用在我洗完脸之后 用它代替毛巾来擦干脸 然后再进行后续的上保养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毛巾上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菌的 所以擦脸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包括如果你用就是纸巾 抽纸巾擦脸的话 上面会有一些纸屑些掉下来 会堵塞毛孔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而这种绵柔筋的优点就是在于它非常的结实 然后浴水会变得很柔软 也不会破掉 然后也不会掉蟹血 就是很多美容院美容师在给你卸妆啊 或者是洗脸的时候会用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真的非常的实用吧 每天平均下来就是一点点钱的样子 但是会让你皮肤会更加的健康 是对你的皮肤会更好 所以我提倡大家都来使用这样子的东西来擦脸 而去代替毛巾 OK然后我会把它的链接也放在下面 像北美的小伙伴就可以去亚马逊去买这样子的 cotton t-shirt 当然你不一定买这个牌子 它还有其他很多品牌 但是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 我觉得也大小也挺合适的 非常的节省 如果你出去玩啊旅行啊 你带它还可以用来替代你的这个卸妆棉 去来卸妆啊或者用来擦它桌子之类的 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非常万能的一个东西 嗯 推荐给大家 下面都是一些彩妆了 现在是这个 大家应该听很多youtuber都有推荐的一个产品 是PAT他们家的一个新的高光组合 里面一共有三个颜色 它的包装呢就是非常的美 我个人很喜欢 就是他们家一贯的很经典的一个包装 像是一个费族报纸一样的 然后做成一个公文带的这样一个造型 然后打开来 这里是有一个磁铁可以吸住的 打开来之后呢 就是超级美的三块高光 我觉得特别看上去特别色泽特别的饱满 特别的漂亮 然后给大家试个色 它的触感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细腻的这种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颜色 中间这个就是一个偏黄的 偏黄绿光的一个算是白色吧 然后下面是一个偏粉偏紫的一个白色的高光 上面就是一个金色的 其实所以你看这个颜色看起来特别的金 特别的骨头 但是其实上脸还好 就是这样一个颜色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了 然后我最近特别喜欢用的是最边上的这个 就是这个偏紫偏粉的颜色 就是上脸之后会让你的皮肤看上去像珍珠一样的光泽 皮肤看上去质感特别好 而不是那种很廉价的那种大的闪片 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一盒 而且你看你看它现在在盒子里的样子 就像一颗饱满的海珍珠一样的特别的漂亮 所以我真的我觉得每一个彩妆的爱好者 应该都不会想要错过这一盘吧 就哪怕用来收藏也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盘高光 然后它有不同的颜色可以给你打造就是不同的妆感 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推荐这一块 而且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得到消息说 五四肤栏马上要打八折 就是在八月份又增加一次折扣的活动 想要收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买这一盘 然后下面呢是一块腮红 我真的最近就是中了腮红的毒就狂喜欢买腮红 然后这块呢是MAC他们家的一个颜色叫做Malba 是一个它其实从镜头里也能看得出来好像是有点偏粉 但其实呢它不是特别的粉 它应该算是一个珊瑚色吧 然后非常非常的有元气的一个颜色 我最近一直经常会用到它来就是画腮红 我觉得真的是百搭 包括你画很淡的妆 它可以给你一个好的气色 让你的皮肤看上去像是本身最有的好气色 或者呢你画一个很浓的眼妆 搭配一个淡淡的腮红 它真的就是恰到好处的一种点缀 包括而且它的颜色真的是非常的百搭 不管你画什么颜色 什么色调的眼妆 口红都可以搭得上 所以真的个人最近特别特别爱用这一块 颜色就叫Malba 它是一个裸非常低调的一个珊瑚色吧 个人很喜欢 最后的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这是这两样 一个是遮瑕刷 一个是遮瑕 其实这个遮瑕大家已经很熟了吧 就是It Cosmetics他们家的 Bye Bye Breakout的一个遮瑕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很多的博主都有推荐了 它真的就是非常好用 它的质地是湿润的 非常好推开 不会干在脸上 然后遮瑕度也非常的高 这些都是大家已经听烂了的东西 我就不在这树了 我重点想要推荐一下的是 我平时夏天的一个上妆的一种方式吧 我会先在护肤之后上一层防晒霜 我就用它里面自带的那个头点一点 然后用这个刷子把它给晕开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上散粉 做一个定妆 会让你的皮肤会少出一点油嘛 这样子我的底妆就完成了 会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清透 非常裸妆的效果 这样你也不会太担心 别人近距离看你的皮肤的时候 会看到一些瑕疵 同时又是真的是你自己皮肤的样子 而且在夏天那么热出汗的时候 不会脸上 不在脸上那么难受 不会闷痘啊之类的 推荐就是平时上班上学的小伙伴 又不想要素颜出门 然后又非常快速的一种上妆的方式 我现在每天就是上班都是很快 就是这样子上一下就出门 当然了这种方式是非常非常日常的 如果你想要出镜拍照啊 或者是我今天这种拍视频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上粉底液的 那样子可能皮肤状态会看起来更无瑕一点 但是平时的话这样子是完全就够了 只要你的皮肤不是问题特别特别的严重 然后再就是说一下这支遮瑕刷 它是我在Target买的 它是一个开价品牌 叫做SK的一个缩写 我会把它的名字全称放在下面 就是我买它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这样子这么粗的头的遮瑕刷会好用 因为我的印象里遮瑕刷应该会非常的细细小小 能够点在很精准的位置上 但是这把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好用 它的头呢是这样一个比较棚 比较大的一个头 是这种有点像圆锥形 上面是尖尖的然后下面散开来 也非常的扎实的一个毛 然后它的 如果你这样子点在你的皮肤上 就垂直点在皮肤上的话 它就是一个非常精准尖尖的一个头 点在你的皮肤上也完全不会扎 所以它用来就是熨染痘痘的边缘 遮瑕的边缘是非常的好用 会让你的妆感变得非常的精致 完全不会因为它头很粗 让你无法控制好你的熨染程度 包括它熨染起来也非常的快 也不会像那种很精细的刷子 你要熨染很久 它是又快 然后又精细的一把遮瑕熨染刷 所以我个人真的很喜欢用 我知道Sigma也有出这种形状的遮瑕刷 就是大家不妨买来试试看 就是会打破你对这种刷子的一些固有的印象吧 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支视频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然后那么我们就上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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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